大家好 我是傅平王的OIOIO 那其實今天來之前 我有跟月亮這邊講說 真的很對不起 因為今天我相信如果是愛平王 一定可以幫你們吸引滿坑滿坑的人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我自己比較釋懷 原因是其實創業有不同的階段 那創業很成功 有很成功團隊的故事 像我們這種創業到 才剛開始然後很努力很掙扎的 也有我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不會那麼自責自己了 所以我希望這邊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真正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傅平王的OIOIO 那我就是剛剛月亮講 我們在Star Weekend的一個團隊 那我是其中一個共同專販人 那我首先 先很快跟大家介紹什麼是傅平王 其實現在的網路上 其實你可以非常方便非常輕鬆 知道說什麼東西最夯 什麼東西最好 什麼東西最熱門 包括我們可以很簡單的想 雷神啊然後冰淇淋啊 或者是有名的三層場面 其實網路上可以給你很多這樣的資訊 但是當我們擠過頭去搶去排隊 或者是去吃民產的時候 往往其實不如我們預期 所以往往會得到一些失望的缺點 其實這件事情的歸根就底的原因 其實是所有產品都有缺點 不管廠商怎麼去包裝它 不管行銷人員怎麼去包它 產品就是有缺點 甚至可能例如說 草莓冰淇淋還是像大便 或者是讓你一個手機 讓你冷到變白骨 其實所有產品都有它的缺點 但是如果在這個你買到不好產品缺點的時候 如果你願意把你的經驗分享出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別人也在同樣做一樣的事情 在提醒你 告訴你說什麼東西給我什麼問題 適合你或不適合你 所以這時候其實我們大家要買到自己心裡喜歡的東西 相對來講就不是那麼困難 所以負評網其實就是一個這樣子大家互相提醒的網路 那不限於什麼3C產品 只是所有就是消費者需要的東西 等大家都可以互相提醒這樣子 那聽到這裡可能 我相信大家已經覺得說負評網沒那麼負面了 但是畢竟它還是負面的東西嘛 所以我想利用一點時間來介紹我自己 不是我猶豫的喔 那大家應該會好奇說 欸怎麼樣等可以做出那麼負面的東西 那第一章我給大家告訴大家 我正式的履表 可以先看結論 結論就是其實我是一個正向能量爆表的一個人 就是我在從小到大 就是這個社會規則告訴我的事情 我都會算是蠻努力的去做 所以你們可能有的人會覺得我是書呆子 有人可能覺得我很討厭 這張照片連我自己看都會怕 就是說真的就是 師長叫我讀書我就好好讀書 然後就是符合這樣一個規則的人 所以其實我是一個正面的人要爆表的人 但其實私底下的我不是這樣讀 這個是我在大學的時代就是 我在我學校的BBS 就有一個精華群師 腦袋有問題這種 就是我很白狼 我也喜歡開玩笑 然後其實我在讀書的過程中 其實我會想要說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例如說欸 就跟同學打賭橄欖跳火車 可是我怎麼想這些事情都是我受怕 但是我還是掉了 然後我喜歡打交 我喜歡破壞公物 那這些都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對還錯 但是在讀書過程中 就是一件可以讓你很難忘的事情 那我在小時候 因為我很早接觸網路 然後很早接觸燒路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在未必點的時代 可能已經距離現在十幾年前了 我就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就開始 從國外把文章翻譯回來 然後學一些燒路的技術 怎麼破壞遊戲 因為當時到底是光碟片的時代 重點就是光碟有到 然後我就去送一些資料 然後我就做一個燒路支援證 那其實有蠻高的容量 那其實在中間我獲得最大的 其實就是那個成就感 然後我就發現 我喜歡做這件事情 讓人家覺得我寫的文章 或什麼有影響力 那當然就是 那時候論壇剛興起 哇我也2.0好紅喔 然後我也跟著 跟流行就弄了一個論壇 那這個論壇一開始 因為我有流量蠻高的 商務資訊站的名字 所以其實人氣是蠻高的 那可是漸漸的 就是我的商務站 沒有很專業經營 所以我的那個 流量蠻變低的 然後這時候 有很多稀奇的論壇 就是經營得很好 那我就眼紅啊 我就去申請 那個論壇 不是可以申請帳號嗎 我就去申請一個叫 站長的帳號 然後用這個站長的帳號 一直去感謝網友的分享 然後一直幫他 灌開那個地方 然後後來大家就以為 我是真的站長 結果真的站長 就連美送 就把錄盤關掉 所以這樣子 可以這樣子 我就去開一個錄盤這樣子 其實我做燒錄啊 做到後來 其實有一件事情 然後我不專心的其中之一 就是其實 因為我的網站上 給人家放廣告 後來我這邊廣告的 很多是服務鐵 因為我也不知道 廣告是什麼 但是就來 然後後來發現 服務鐵是不是蠻好賺 他們怎麼敢這樣放廣告 然後我就 就因為自己有這個 技術有這個專業 我就去做大服務鐵 那大服務鐵很好賺 像在那個時代 光碟的時代 你會發現 每個人來跟你 都是為了結神運配 買十幾片 就是一個很荒謬的那個 然後 就很好賺 可是其實 我們做沒多久 其實跟我一起做的夥伴 就是就被抓了 然後那時候 就是我人生最低場 因為我知道 我就覺得說 就快來抓我了 因為很重要 他抓不到我這樣 然後就真的很低場 然後所以 當然最後就收了 不過還好沒事 這件事情是很幸運一件事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那個 到這邊 感覺都有點負面 對 那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來做一件正面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 危機百科很重 我就來想說 欸奇怪 像我們在選學校 或者是像我們在找工作 選教授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危機百科 是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個教授 這工作 他的細節 他的內容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當時我想說 做一個生涯規劃的 我已經把它夠正面了 那聽到那麼正面呢 但是 其實我當時發一些錯誤 來跟大家分享 但是他有一些不錯的結果 例如說 欸 例如說如果你搜尋我們網站 上面有的 教授的名字的話 其實你在Google搜尋 我們就是排第一個 那所以就 開始有一些人 來這邊寫他教授 然後會寫一些 好的或不好 可是在我當兵的時候 因為我這個網站一直沒有搞大 就是 因為我有一些心態有問題 然後 沒有搞大 在我在當兵的時候 就一直有人到這個 維基百科上 我的維基站上面 就是去 講一個教授性騷 這件事情就是 我當兵嘛 所以我六日出來 我就三文 我禮拜六出來 我就三文 他就 我不知道他是知道我當兵還怎樣 禮拜一他去PO文 就是 用這個節奏 所以永遠那個言論 都會停留一個禮拜 那我沒有找他人 所以這件事情讓我 其實在我 剛退我沒多久 我就收到一張法院的那個 但是不是我犯法 是寫人犯法 但是我必須要提供他的IP給那個警察 可是 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做這件事 因為我做這件事 是秘密的 我也在家裡學校 或什麼 其實利用了一些 學校的網路資源或什麼 所以我跟我教授有一些衝突 所以這件事情也收了 其實我現在看到有人 把這件事做得非常好 那他完全沒有犯我當時犯錯過 所以 這些事情很有趣 就是 我那時候其實是 就是以 稍入網站那個時代的話 我是國內就是 網站流用最高的 我記得當時 有一個叫 要佔地外向的技術器 我要是算蠻公正的 那個 電腦類的第一名是 史萊姆低人家 第二名就是我的消路站 然後論壇 讓我開始覺得 欸 既然有人會上來PO東西 然後一堆人 就可以感謝啊 做沙發什麼 阿利不達的東西 我就覺得 論壇也是蠻好玩的東西 然後大補典 讓我賺盡很多的錢 很快賺很easy的錢 然後 搜尋教授 工作網站 還沒提 這些東西其實讓我得到很多成就感 但是這些有趣的事情 最後都失敗 所以 今天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成功的必勝法寶 因為我還在努力掙扎中 但是 失敗一定有原因 所以我希望 我可以用一點時間 跟大家講的 失敗原因 首先是稍入諮詢站的部分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 應該需要專業的主題 但當時WAVE1.0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我就做了 就是不夠專注 就是說其實我做了 有一定成績以後 我就開始想說 欸我要往哪邊去發展 往哪邊發展 那沒有保原本 其實我的利益已經不好 然後又貪心 就是錢 就是 當 當你做一個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的眼睛只有錢的話 你很有可能會為了短期的利益 上市長期的利益 就像賣補典這件事情 其實 你如果去貪了這個錢 但是他做的一個 不是一個讓你可以 真的驕傲說出來的事情 其實 你大概是做不久了 所以我覺得 不管做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 你要一定要專注 你要了解你要做的東西 你要服務的人是誰 那你永遠不要忘記 你想服務的人 對就是 這些人就是 你要一直很專注的去服務他們 然後 不需要太貪心 雖然說我們要做的時代變化 但是 其實你本來的利益 你要付好這樣子 那在論壇的地方 就是 其實我那時候是 高一吧 然後 然後 我家論壇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 我沒有跟我家人 其實我覺得創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跟家人 其實要有一定的默契 那 我家人基本上是 非常非常勉強接受 然後花了一點錢 去買一個網路的空間 那 在這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在我的特業 跟我的那個 業餘這些休閒 就是平衡的時候 其實得到 其實我覺得 對家人來講 是蠻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 如果這件事還重來 像我這一次的話 我至少會跟我的家人 就是 至少取得一定的默契 就是說 欸我想做什麼 然後 最壞的結果會是什麼 這樣子 所以 就是說 你要平衡你的工作 所以像這一次我就完全不會 就是說 想說我一邊工作 一邊業餘做創業 我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專心做兩件事 就像我高中一樣 所以我就是 這一次我就是吃了工作 就是專心做我的東西 因為這樣才不會反應太快 就是說 欸當別的網站 或競爭者一直在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應付的 所以 我覺得 就是 從這裡我學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這件事情 真的是一件好事情 不會只有你想做 那你要反應快的話就是 其實你要很專心 那所以 我覺得我現在不會期待自己說 欸業餘還可以做一個事業 我自己沒有這樣的期待 好 然後 盜版大福鐵的網站其實很簡單 它本身從頭到尾就是個錯誤 因為 基本上它是一個 不符合法律規則的事情 那 那小時候覺得可以賺錢 但是 這件事情我們覺得沒有很嚴重 就是說 我們覺得 如果你想用一些盜版的啊 正版軟體那麼貴 我覺得我好像在幫人 小時候想法是這樣 但是當你長大 你來做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欸 因為 其實人家是真的投入很多資源 在賺 新股錢 那你用盜版的方式 其實 真的有一些不好啊 那 所以它本身就是危害社會 那另外一個就是不了解內情 所有的創業 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 美眉杠杠 就是說 比如說 這個 idea很簡單 稍入片一片10塊 然後我賣90塊 一片我賺80 海運費多少 這個非常容易計算 能不能賺錢 我以為我很容易計算 但是其實 每個行業 每個行業的秘辛 到底我要怎麼樣避免被抓 這個才是一些關鍵 就像我們現在做一些創業 你覺得你的產品賣比較便宜10塊 你別人就會買你嘛 不會 因為 別人有它合作的關係企業嘛 別人有關係嘛 對啊 所以 我們在創業這件事情 其實要了解 這個行業 不是你用想的 你用數學算的那麼簡單 你要了解它的秘辛 像那時候我的上盤商 我自己 我們後來推銷 就是說 我們覺得我們在過的都很小心 可是我們上盤商其實固定的 會跟警方供出一些它的下流 來換取它自己的安全 這就是內情 就是說 你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一定是要跟 所謂 可以制衡你的私利 有一些默契也好 合作也好 所以 我覺得有一些行業是要內情 就像你去大陸 你怎麼可能沒有關係 就是 你怎麼可能 不跟一些已經成功的企業合作 可能有時候是 有一些內情是 創業必須要知道的 然後最後 我在工作前做的最後一個專案是 一個剩養規劃的Wiki 我當時發生的最後一個錯誤就是 我很害怕失敗 我是一個很愛面子的 所以 我做一件事情 我要做到成功才跟別人講 就說 這個是我做的 可是我不要在一開始做的時候 就跟人家說 我想做這個 因為我很害怕 失敗以後會很丟臉 這是我個人的心理障礙 所以當時我就是一個害怕失敗 然後不敢分享 我不敢跟我朋友說我在做這個事情 就是 我基本上不敢做這個事情 那 但是 Wiki這個事情 本身就是需要很多人來做的 他不會是一個人 就是像我以前 未典的時代 傻傻的發文章 翻一翻就解決了 而且 這個事情是需要很多人來做 所以 當這種不敢分享心態的時候 其實已經註定了他的示範 那我在前陣子看到有一個 有一個 網站叫做 Your School Wiki Your School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他們就是希望讓高中生在選科系的時候 可以知道大學生到底在幹嘛 對 那這件事情 他們一開始也是用危機的方式進行 但是他們號召了 各個大專院校 都找到了他們的夥伴 所以他們敢分享 然後敢就是 找人來 這件事情才做得成 對 所以 也就是因為這樣這次的創業 其實我很重 就是到實體的職位 或者是到某些場合去認識人 然後聽到意見 而不是自己悶著頭來想 就覺得體會成功 因為這個是非常天方夜晚的事情 對 然後 因為我那麼多失敗的經驗 那我最近出來創業 我就會看一些文章 然後我真的得到一個 聽到一個 驚為天的概念 就是互聯網思維 可能大家都聽過 就是說 互聯網的時代 或者是互聯網的精神 其實最重要就是專注 機制 口碑跟快 這不是我講的 這個是小米的創辦雷軍講的 那他的意思是說 雖然我們不一定是做互聯網 但是要有互聯網的精神 就是把事情做得很專注 因為其實 服務比你完整的 在這個時代 到時候是 完整的反而很多 專注的反而很少 所以你要能打敗現在的企業裡的機會 就在你的專注 那專注以後 你把你專注的是 你做到的機制 那透過 不管是社群 或是你的使用者 把口碑傳出去 那你比大企業好 就是你反應市場需求 比他們快 我們唯一創業的成功的機會就是說 市場在改變 大企業更不上 這就是我們唯一的機會 我們不用講說 我們做的東西一定會比較好 我也不可能做出一個 比Microsoft好的作業系統 所以 這就是一個互聯網思維 所以他們講求 不管 尤其現在中國道非常好 不管什麼東西 就是做到這四個 包含開尿魚啊什麼東西 其實都是 重點這四個 所以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 那我這個是經文天然 因為這四個 幾乎把我之前 失敗的例子都講進來 就是說 我之前就是 犯了很多的錯誤 所以失敗了 像現在換頁就夠放 好 那 我就回過頭來講 我前面有那麼多失敗的經驗 那 為什麼 我要作福林王 那 就是大家 以為我要聽正題對不對 可是我還是千種故事講起 其實我三年前 退國的時候 其實 我那時候面臨一個抉擇 這是我當時寫履歷的資料 資料講 那我就幾個公司 是可能自己的學長 或什麼會進去的 然後另外一個 網路相關 就是我知道它是我興趣 所以我就想也準備一份 那樣子的履歷 就是像剛才講的 正面負面那兩個 完全不同的履歷 這樣子 很可惜的 其實我當時我選擇一條 比較安逸的路 就是 我去 比較大的企業上班 然後 那一份履歷我從頭到尾沒投出去 對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蠻小的一個因 就是說 嗯 就是說其實我一直很想做一些事情 但是沒有完成 而且我甚至沒有嘗試 對 我想去那產業上班看看 知道說 到底正規矩怎麼玩 我以前夜裡這樣亂玩 這樣子 所以 我一直覺得 很可惜的一件事 就是履歷沒有投出去 因為當時很低 一家大公司 它就很快要你沉默 那 我就選擇安定 所以我最後決定是走入 新竹科學人區 那 其實 有人去逛的是這件事情 我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因為 其實它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奇妙 可以讓我成長的旅程 那 我在那邊有很棒的老闆跟同事 那 其實合作起來也都很開心 就是說 它不是 也真的沒有像大家想的 那樣子就是 不人道啊 或什麼之類 不可以去尿尿什麼之類 就是說 其實我們是 合作關係 就是 老闆同時都信任我 我會信任老闆 我會信任我的同事 那這樣其實 是蠻開心的 那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我們公司的保密 做得非常的那個 那對於我事業 Google管 我就是知道一個事情 或者是甚至我聽到一個新聞事件 一個人名的時候 我就去Google 我就一直往下查 往下查 我想要知道最細節的東西 我事業 Google管 可是我們公司的電腦 因為它很重視對客戶的保密 所以它很不希望我們使用網路 所以網路基本上是很容易被封鎖了 所以這件事情 美中不足就是沒有辦法瘋狂的Google 那這件事情就是覺得 我會覺得上班就少一個樂趣這樣子 所以這是唯一一個美中不足 不然其實 其實這份工作其實真的帶給我們很多的 那另外一個層面就是說 其實工程師有一個天子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命 或用我們的肝來賺錢 對啊就是我們其實公司比較長 然後可是也相對有一個不錯的收入 但是因為這樣的收入就是 大家會有不同的抉擇 當我的同事一個一個成家立業 買房子 然後結婚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重群消費的人 我買什麼東西 基本上就是覺得說 我那麼辛苦賺了錢 我何必在那邊考慮一個五分鐘四分鐘 然後 所以我就是一個 很慘的一個月光族沒有儲蓄 那甚至 連我買了一台iPad給我女朋友 他都會覺得說 我根本不了解他 為什麼要送他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開始覺得說 其實花錢並不一定買不到幸福 這件事情絕對是不一定的 因為你要就是 幸福其實是需要經營 不是花錢就可以了 那我就開始回想說 其實在我這個過程中 現在網路上的服務都很棒 但是其實你可以發現 慢慢的他會變成一個炫耀 炫敗跟美照的集中地 他變成一個專家 就是一些專業部落客 的一個高難部落的平台 甚至變成一個行銷工具 那這個是很自然的 因為社會上就是錢在哪邊 大家都往哪邊追逐 所以很自然的都會是 你在網上隨便Google的東西 絕對都是先勸你去買 或跟你講什麼優點 所以負民網就是要透過社群的力量 我們就只提供負面的觀點 然後我們想讓Google 再次變得幸福的事情 根據這樣的概念 我們設計一個負民網的一個介面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專注就是說 想要告訴你 某個東西或某個服務 某個餐廳 它有什麼缺點 那大家可以在這個缺點下面 去做一些討論 或者是去做一些 怎麼講 反對也可以 你可以去做一些討論 那使用者 如果當你Google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很快的時間 知道這對面大概有什麼問題 那就是 就是可以用很快的時間 知道什麼問題 那如果你都不在意 譬如說這些問題 都不是你care的 如果你有錢的話 你不care 就是你就可以加速購買 也減少購物的不確定 其實 對 所以以後 當你做功課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之前在寫 部落格的時候 就是例如說 你要買Dyson D444 某個同事說 你一搜尋 上面都可以說 購物網站 美麗的照片 跟勸你買的部落格 有一個告訴你說 它可以告訴你DC44的 不好的原因的話 我相信大家 還有滿高的機會 點進來看一下 但是 不只是有這些產品 我剛才用iPad Air 我剛才用那個 我剛才用DC444的東西 但是其實 生活中很多東西 我們都需要付品 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上拍賣網站 就是說拍賣網站 一些專業賣家 它的評價基本上都是六七千一萬多 這非常容易 但是這些贈品 其實沒有辦法再給你太多的資訊 因為它可能是一個換刀文字 然後但是 當它的付品 其實就會告訴你資訊 就是會告訴你資訊 這是前一陣子 我一個同事要買 他就說 這個東西怎麼那麼便宜 但是 其實我剛才說 你看它的付品 就知道它賣的是真的還假的 所以它其實只有15個付品 它其實可以告訴你 這6千多個買的都是假貨 所以 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有的東西 你付品才會告訴你一個真正的資訊 對 所以是可以參考的 那 我有把買家賣家的馬賽克起來 對 然後如果剛好這個是你 剛好是在座的各位 就是不要 不要這樣 剛好你是一個賣家 就是 這件事情就是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嗯 付品其實有一些很好的資訊 那包含吃美食 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 其實像這樣子 可能在BBS的時候 可能在自己步入你的房子 其實它一定 一定的使用能開 那 它其實 你想吃個好東西 然後看大家在排隊 看大家在討論 你去吃 但是其實有很多東西 你是會失望的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 消費者在一窩蜂之前 應該多想一下 甚至你過高速公路 可能會被重複購管 所以 連e-tag這種東西 其實它都有它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用去想說 實際上怎麼會是完美的 那 甚至就是 公共設施的 一個建置 跟經典 就是說 這是我在 某個機場看到的 一間房間 那看到這個圖形 其實我們所有的人 都不解說 這間房間到底在幹嘛的 對 你猜對了 可是 因為它的知識做得 蠻猥褻的 所以我們很多人 真的都誤會了 然後就看到有一些男生 就會在那邊排行 就好像偷瞄裡面 在那裡 它其實就是一些 設計的美中不足 然後包含你覺得像 台北車上很多啊 標示什麼的 其實 你的生活中 面對很多東西 它是有缺點的 你應該讓它被知道 對 那甚至就是 對 它是一個跪著祈禱的那個 跪著祈禱的一個照片 只是說大家其實不容易理解 那 甚至說現在的社會上 大家都會想要改變自己 效果 就是想說 上個健身房改變啊 自己好了 或者是上個 改變自己好了 其實你會發現 應該讓這社會上 非常多的就是 受害者 當然說受害者 是有點嚴過其實 但是他們都 確實沒有在購物前 了解到自己 可能會面臨到的情況 例如說 健身房就是這樣子 買了很多教練科啊 然後場地 是不是適合的人多不多 你都不知道 你去補一個醫護 你買了你自己 根本上不完的方案 你也不知道 醫護都跟你說 今天最便宜 所以 其實基本上 世界上 我覺得我接觸到的東西 他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那他都需要被指導 所以 每當像你跟我一樣 付錢錢都想說 那我不要想這五分鐘的話 其實有一天像我 就是工作三年 在看到自己的存在的時候 這個是 就差點狀風這樣子 就還好 還算年輕也沒有吃得很久這樣子 所以 我跟你講就是說 付錢錢 再多想五分鐘 做一下功課 其實會對你的身體健康 對你的人生規劃 都有很大的方式 這樣子 所以 就因為這樣子 我就是一個 愛亂挖錢的公司 所以我決定離職 就是來貿易自信 對 那以下是我們的計畫 就是說 我們計畫 這剛才秀過了 我們計畫就是專心做好負面的方便 因為 其實在過程中很多人會勸你說 消費者想看到有好有壞的東西 但是 基本上現階段 我們就是說 我們專心做好負面 那 這個東西的優點 別的網站提供很多了 那網站這個東西 我不是說 你看了我就不能看他的 就是其實有很多的論壇 事業高學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沒有 特別想要做那個款 那我們想要做到 就是很極致 就是說 當你今天是做一個檢查 但是你看完負評網 你就會覺得說 我不需要再去想 東西 因為他已經抓到一些 很細的 或很再細的理由 這些理由我都不在乎 所以你不會想再說 來我這個論壇有這好不好 或什麼的 就是 我們想要做到這樣極致 就是說 這個真的有可能是你購入錢的 最後一道網站 對 然後我們希望把它做得 我現在說 我現在 就是 這邊為什麼會不用土用 就是說 這是我現在準備要做的 但是 真的還沒有 還沒有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社群 然後它好玩 然後可以帶給大家成就感 也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我們是想要在這邊 得到跟你我一樣 小老百姓的使用經驗 也就是說 一位四五歲的媽媽 她不用去知道 3C高手 使用iPay 或使用什麼Cit 因為她想要知道 是跟她一樣的 用錢會有什麼缺點 所以我們是要得到 就是跟你我一樣 小老百姓的經驗 那每個人其實你都會是 那個專家 你可能 你喜歡用吸塵器 你喜歡用那個日常弄品 其實你都是一個專家 那你不用去申請一個部落格 寫一個樂樂董文章 你只要再加入這個社群 然後分享你知道 你就是一個專家 可以幫助到別人 那我們會加入一些遊戲化 其實讓你覺得 不是真的遊戲 但是就是會讓你覺得說 當你共鮮一些 或跟別人交流的時候 是一起完成的那個感覺 帶給大家一點成就感 那我們也開始會舉辦一些實體物 董哥 大家覺得說 這個社群真的就像一個家 就是一個互相體現網路 像一開始這樣 而不是大家想 可能那麼負面 就是上來罵罵 然後罵髒話之類的 對 這個東西 我們還蠻擔心的 因為 然後 我們希望負評網 其實就像你的 朋友 就是在你旁邊 所以我們會去看他手機APP 你平面大部分的 可能如果你今天 就是在把握公司 或在業務面前 你大概已經 那個 你大概已經就是 操作到入坑了 這時候你需要的是一個手機APP 就是告訴你 例如說 這個價錢你買貴的 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主動提携 就是說你在掛某些勾網站的時候 其實我們了解 私信封的人不會特別在去 有的人真的不太會特別在去查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一個小工具 它可以主動告訴你 這一頁有什麼負面的評價 然後我們有設計個叫地雷值的 就有點像電影的IMDB一樣 就是 給你一個指標 讓你知道說 這個東西 它有問題的程度大不大這樣子 那我們甚至消滅一個討論對象 就是像剛才講 IMDB在電影一樣 就是說 就有的部落客 為什麼可能就引用我們的說 這個在這個站的地雷值那麼高 但其實它用起來還不錯 甚至它反對我們都很開心 因為它基本上 也是在挑戰我們的那個值 那我們就可以一直修正 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我們定位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消費者大概有分兩種 一種叫 有需求 然後透過推薦 可能有一些網站的推薦 那它就付錢 我們就是在它被推薦以後 讓它做一個檢查 那也有可能是 現在的也有很多是沒有需求 但是你在逛你喜歡的部落客的時候 或看你喜歡的路隆坦 PTT-Mobla-01的時候 你無緣無故就想買了 你沒有需求 所以我們也在你付錢之前 拿在這邊 所以我們就定位為 守護消費者核報的最後一道房間 但是這個事情 既然是負評 既然是講廠商壞話 最被挑戰的就是 到底要怎麼賺錢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如果我是消費者 我看一下 或我偷一下 好像無上大量 可是如果我是廠商的話 其實我很不爽你們 我開一家餐廳 我設定一個展覓 你們來講說 我的東西有缺點 但是 我們商業模式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收到 月亮來訓起來 這個地方有車嗎 所以這個可能算是 我們公司早期的一個送 然後 所以 這裡要謝謝多一天月亮 就是可以跟著這個機構 那 這是我們初期的一個商業模式 看起來是有點可笑 但是其實我們有想到一個 後面的一個機制 就是說 其實我們希望成為一個 有品業者的一個服務管道 也就是說 其實當有業消費者不滿意你 甚至是客訴你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提供了管道 然後讓你直接去服務他們 直接去促銷他們 就是 舉例來講 不管頂王的事件 大家心情少 他有兩個回應方式 第二回應方式跟你說 每一家都有丟雞湯塊 那這個 這不是一個好的回應 可是他有第二回應方式 他其實統統作為一個促銷八折 那至少讓他的量可以撐起來 那還是很多人覺得 無想辦法就去吃 所以其實廠商在面對負面的時候 其實是決定你 決定你企業能成長 還是會摔掉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我們提供業者一個服務人管道 當做你的第三方客服 另外就是 身為一個更積極的廠商來講 他會想要知道 市面上什麼樣的產品 對什麼樣的消費者 他還有什麼樣的gap 需要去被滿足 也就是說 當台灣市調的預算 一年28億 這28億有一半的部分 就是可能透過發問卷 透過打電話 你跟我都知道我們介紹都很煩 都會亂回答 都會亂空 如果廠商覺得這個 這個錢與其丟到水裡 不如來知道說 消費者真的透過行為 告訴你的事情 搞不好 各個產品都會都有關聯性 搞不好 會買iPad 也就是不會買你的產品 所以你也不用去做什麼 就是這些東西 其實是我們可以告訴你的 所以 我們也希望變成一個 積極業者的知識部 那最後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是一月初離職的 那目前就是真的是 還是一個很出席的東西 那目前的話就是 剛才月亮有說 其實我們得到一個 Style Weekend第九屆優勝團隊 那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 那個三天的東西 所以它不算是什麼成品 那另外就是說 當我得到這個冠軍以後 我決定離職 就是 真的走出面去大門那一天 其實真的是 心裡真的是很害怕的恐慌 因為我沒有穩定的經濟收入的人 所以 我甚至連吃飯以前 就是亂花錢的人 我吃到飯點小菜 然後很懷疑這一步 不過幸好就是 其實我有很多好朋友的支持 因為 他們會 就是 好啦你真的要做幾件事啊 現在至少可以推播做完下 我的錢老闆幫我找客戶 然後 我的師傅啊什麼 大家都很用心的在幫我 在推薦我 所以讓我至少有取暖的效果這樣子 那很多包含 Star Weekend的社群 包含焦點的社群 就是在我剛結束的時候 我就去 買完去焦點 找到一些 覺得我這個idea有不錯嗎 可以跟我一起討論的人 那我現在加入了那個 焦大的育成團隊 我在焦大的夜市裡面 這邊有很多很棒的團隊 可以進度上給我們超好錢 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那我們找到了夥伴 就是說現在其實 基本上就是在經過這麼多挫折 其實很多東西沒有跟大家講 是我們心酸一點 但是 還有人願意跟我們一起 就是這樣能力氣的 但是 我們always學了 就是說 很希望在場的各位 不管是什麼專長 剛才是專長的最好 但是只要有 就是 你有興趣 你有這個熱忱 你願意吃掉你工作 來跟我一起做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 我們就是 我相信 事情是能做的 你一定要把它做更好 即便在哪裏 地步有更好 所以 我們相信 負面力量救台灣 然後副平衡 我是奧義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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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